我也觉得对方向老法的学问越来越敬畏 因为一开始我也觉得说方向老法顶多就是闻一闻 擦一擦洗一洗澡 后来因为翻译了书之后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 但是对于一般的消费者而言 我想对他们而言该怎么样开始接触这门深奥的学问 我想就是今天要告诉给观众朋友们 必须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那牛尔老师是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喜欢上 然后开始真的大面积的学乎方向聊法吗 其实主要的是因为在应该是1984年 那么早 对 那个时候 我出生那一年 我出生那一年 你出生那一年 大家就知道老牛多老了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牛尔老师继续 那个时候我刚好在一家这个防品公司呢 要负责整个这个教育训练 那其中呢 我们有一套这个精油的组合呢 必须要传授给学员 那其中呢 就有二三十种的植物精油 所以从那个时候呢 就开始研究 那而且觉得说 哇 原来精油是这么的多功能 尤其到了现代呢 为什么这个方向聊法越来越受到欢迎了 因为大家都说防品呢 只能解决皮肤的问题 可是精油呢 它是全面性的 它不只是解决我们皮肤的问题 它可以解决我们心灵的 还有这个身体的问题 甚至是你这个精神的问题 身心灵各方面的问题 它都有比较不大 那其实刚才牛尔老师也说到了 很多方向聊法的好处 那如果您作为自己最喜欢的精油 有没有一个推荐 像我自己最喜欢的 肯定就是薰衣草咯 薰衣草 对 像四月你知道吗 光是薰衣草啊 我自己就有 就有好几百瓶薰衣草 好几百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买的时候 就会特别惹 比如说这一瓶呢 它是属于品种 有什么品种 我有四种不同品种的薰衣草 然后再来是产地 同样是最好的这个 狭叶薰衣草嘛 它又有分这个法国产的 然后又有分英国产的 保加利亚的 克罗埃西亚的 因为土壤啊 其实也是这个 造成这个 这个精油品质 好不好 减质不同 重要的一点 包括纬度 对 除了土壤之外 还要研究这个品种之外呢 还要研究这个 所谓的栽种方式 这个栽种方式呢 跟什么有关 像薰衣草来讲 它有有机的 有野生的 它也有这种所谓的 就是施肥的这一种 薰衣草的这个栽种方式 还牵扯到了这个 萃取的方式 我们都知道 这不是真没有的方法吗 那还有什么 不同的萃取方式呢 但它的工艺不同 其实会影响 它的品质很多 对对对 像我最近去 这个普罗旺斯嘛 我就知道了 原来最好的这个精油啊 这个薰衣草啊 它是取它上面的 花上面的 十公分那一段 十公分 所以就指 你要最尖端的部分 对 最尖端的部分 来萃取出的精油 其实效果品质是最好的 如果你是整猪 都下去蒸溜啊 也都有精油 只是那味道 就偏了一点 这个张脑的气味 感觉就差了一点 再来呢 最好的这个精油呢 是刚采收了之后呢 还要等三天 为什么呢 要等三天 让一些水汽啊 慢慢蒸发掉 蒸发掉之后呢 剩下来的这个精油呢 它更能 有点 有点 有点